我认为未来的两到三年 全球经济有三个重大重大风险 一旦处理不好我们将进入衰退 第一个风险就是债务风险 疫情爆发以后 全球的整体的债务水平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测算 上升了12% 那么按照GDP的技术来测算 上升了48%左右 那么一旦处理不好 那么我们会进入衰退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 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 我称之为有可能出现一个碳衰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全球各国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 急于要减碳 但是可替代的技术远远不成熟 因此在未来若干年 我们已经会出现一个能源成本巨幅提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称之为供应链的衰退 就是疫情之后 很多的发达国家 急于把供应链 从中国及其他的市场 新市场国家 翻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势必会带来 全球的生产的成本的提高 这个成本提高 也可能会带来产量的下降 这就是我称之为供应链的刷退